女房客睡到一半 指控房仲突然用钥匙开门闯进来 让她下得报警 原来女房客透过房仲 在4月4号和屋主签约 当下也付了两个月押金 和一个月租金共9万 但房仲说在起租日 4月15号的前一天来查看电表时 却发现她在屋内睡觉 双方没有共识 在园警面前继续吵 女房客最后也决定提告房仲 侵入住宅公然侮辱以及恐吓 对此当事房屋仲介公司回应 本来就不能提前入住 是因为邻居告诉屋主屋内没关灯 屋主担心安全问题 才拜托房仲巡视并没有擅闯 但崔妈妈基金会表示 还是得依契约入住 若想提前得双方达成共识 这回房仲和房客为了入住 日期吵个不停 谁是谁非 有待死法定夺 东森新闻林荃蔡雨山在台北采访不懂